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物电铃最高可获142抽 女随法草大剑为鸟,定向圣移物来了 元神,火神头发会发光 那塔街舞实际巨帅 元神,内测后删了多少内容 凌华新增布料 香菱更换的新宠物 很多内测时期的设定 都是要经过测试符的考验后 才能拿到正式符上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萌新玩家入坑 大家是否还记得 最开始元神内测时期的一些设定呢 那么,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首先是安博 待机动画中 安博有一段活力四色的舞蹈 然而在正式符中 这段魔性的舞蹈 却被迫让兔兔伯爵给继承了 另外,在内测版本中 最初的风之翼虽然是被叫翅膀 但样式更像是一件黑色的斗篷 而且内测时看起来又混乱 又没有美感 明显时当时整个系统还没完善 所以UI随便套点模板 先把东西做出来 后期再根据完整的游戏 重新设计UI的 神里灵华大小节 灵华在内测时期 当周围敌人生命值低于30%时 会触发一个非常帅气的空中斩杀动作 甚至在普攻动作中 还暗藏专属福利 然而到了正式符 可能有些不符合神里大小节的身份 灵华被新增了安全库 不仅如此神里还有一个改动 那就是内测时神里的E技能 会有一个非常优雅的转圈动作作为前摇 但现在就只有一个起扇子的动作了 萌新玩家们一定想象不到 香菱最初的宠物设定是一只熊猫 不过从配色上来看的话 貌似赵神更适合相邻一些 顺便说一句 郭巴还是只熊猫 之前竹岳节的剧情里 英配版本 派蒙就管郭巴叫Panda 所以严格来说 它还是个小熊猫配色的大熊猫 可莉也同样可惜 在可莉还没进尺时 但拥有十分嚣张的小步伐 让人十分讨喜 于是有大批玩家 提前准备好了648 准备让这只小萝莉脚踩猪果 带着元神直接登顶畅销榜 到后来当大家拿到可莉之后才发现 我女儿走路的姿势 怎么变得这么乖巧啊 估计是杂鱼的时候 又让秦团长给抓住关禁币了 元神封单5.0那塔越来越近 大量新角色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都等不及了呢 除了官方已经公布的 5.0卡池的三位新五星角色外 西诺宁 恰斯卡 火神马威卡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0卡池的新角色已经公布 分别是 马拉尼 基尼奇 卡奇纳 复刻角色的话 就最近的相关消息来看 目前说法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之前预测的钟离 申赫 莱欧斯利 新版本则是万叶 雷神复刻 不过两边都没有实锤 所以说变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各位旅行者们看看就好 而在5.0那塔也新增了一个 圣遗物的小道具 简单来说就是 这个小道具可以使用一种消耗品 效果的话 大概率是造出一件特定的圣遗物 具体机制暂时并不清楚 这个消耗品 在每期的珍珠季型中 大月卡 达到26级的时候会给一个 这么来看的话 倒是和隔壁新铁的支数差不多 不过 一个倒是有点少了 这是定向圣遗物要来了 除此之外 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那塔5.0可获原石的多少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其中灵克玩家最高可获110抽 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34抽 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42抽 总的来说 奖励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也不完全保真 和实际数据应该还会有差距 但是现在屯原石的话 想抽5.0女水法和草大剑 基本上是稳了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西巴拉克 舅舅今天再次明确表示 不是AMTC 目前是已经有不少人看到设计稿了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最终形象 西巴拉克确实跟前火神有关系 不过等巴联发女之后出西巴拉克 赶得累之后 黄花菜都凉了吧 有关泡泡马特联动角色确定了 分别是甘雨行秋胡桃 香菱以及温迪 而且温迪听说有两种 一个是隐藏款 不过泡泡马特挺贵的吧 我印象里那些个盲盒 都六七十大洋一个 属实是太贵了 有关那塔的街舞时机一览 怎么看 都像是在一边打碟 一边在跳街舞啊 和我原本预想的那塔 差距有点大呀 我原本预想的那塔 是个战斗国度 最初看足迹 PV里的介绍 我还以为那塔不说是 战火肆虐全民皆兵 起码也是人均勇猛 好斗领地 斗中不止的那一类型 现在貌似和嘻哈文化 涂鸦 说唱 街舞 DJ 融合了 嘻哈本来就是黑人 拉丁美意的文化 所以也合理 到时候准备做个专栏讲讲 让更多人知道 5.0新增定制圣遗物道具 每七大月卡里包含一个 可能是可以指定词条 花68块钱买一个指定主属性的 我是没啥意见 不过也有玩家觉得 指定主属性没用 改副词条才有用 完全可以出一个道具 能随机改变圣遗物四个词条 然后过段时间再出一个道具 能够锁定一个或者两个圣遗物副词条 改变其他的词条 最终再塞一个 能够无条件改变圣遗物四词条中 其中一条的道具 塞到战令里 再出一个新卡词 里面能够抽到某个部位的自选圣遗物 有关火神的头发 经典的发烧发光 不过 大家对于火神的建模 依旧是非常不看好 这大片头发动起来那场面 我都不敢想 会有多灾难 像极了发光大鱿鱼 这个连体衣太丑了 像刘月娜黑丝皮裤一样 我真的下不去手抽 大世界都未必带出来溜的角色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它最好是会有另一套卡池服装建模 否则就这个人体彩绘 身上那点元素 就靠贴图体现 不是火神这个咖位 他估计第一波卡池都得挂零 有关5.0主线出场角色 没想到 居然还有温迪和丽莎 温迪就两句 估计是回丽莎 目前已经有有人发的任务实际视频 到时 会有科洛林德 小记者 黄豆姐 和水神四个人 来送我们前往奈塔 只能说 还是服服好啊 来风担是 他是来接我的人 离开风担 他是送我的人 比须迷热情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